哈喽大家好,我是泽水里子 然后最近也是忙结婚事 一直放的都是过去录好的一些东西 然后今天开始正式给大家更新比赛 然后在本周一也是正式度蜜月回来 为了庆祝我结婚正式礼婚大成嘛 然后就算是婚礼也完事了 一切都OK了 然后也算完成一人生念一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今天也是在视频开始前先给大家说活动 为了庆祝我结婚 也是感谢大家一如既往支持 然后只要在本周一就是10月27号到下周一 应该是到具体到几号 我还经济不太轻了 反正就这一个礼拜 然后之间下单的观众即可参加抽取抽奖 然后第一个抽取一个龙钩 抽取一个站鸟 也是作为非常高大上的东西 也是不少钱 一千多万钱的东西 然后也是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只要在这下单就可以 然后最近零食店有很多不错的活动 如一些小的零食 大家有兴趣的平时玩游戏的时候 如果感觉到饿或者馋了都可以吃点 然后作为一个非常不错的小节目吧 好了 这边也是感谢大家一如既往支持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 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然后对阵双方也是一场 大风哥的一场单排 越野风的一场 伐木基第一视角 非常的不错 我一直答应大家做伐木基第一视角 然后也心血都可以来零食店逛逛 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开心心度过每一天 如果能中奖的话就更好了 好了 你让我们来接着来看比赛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泽水李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 是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 然后对阵双方是由 双方都是比较高端的路人黑店 这是大风哥一场单排 然后底下是我的一个零食店地质 李子出了的才会在康复 也是终于 端蜜月回来了 然后在这里也是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支持 然后这次也有零食店 有很多不错的活动 揉两个龙钩 然后揉一个龙钩 一个站屌 揉两个龙钩 确实代价有点太大 揉不起 然后一个龙钩一个站屌 作为一个小东西 只要在这边消费的 在篇头都有详细的说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看 想试一下人品 博一下龙钩 都可以来试试 这边让我们 哎呦 这边杜姆上来被击杀 双方这边阵容 说老实话还挺脏的 伐木机康尔 沉默术士 加上虚空假面 以及杜姆 都是没有一个落的英雄 这边看大风哥第一视角 还是比较精彩的一场 第一视角 来一块来 欣赏一下 这个 上一次我老想给大家说 想做个伐木机的第一视角 因为伐木机的英雄确实比较好玩 这场比赛 大风哥伐木机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地位 有一个优势单的地位 真的很不错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嗯 优势单 单打小鱼人 打应该是加力不大 伐木机这种英雄 单打单能力绝对一流 虽然他这个地可能打力量型英雄更狠 但是说实话 单打单 尤其单所有小鱼人 完全不虚的 伐木机打小鱼人 等级一旦起来以后 伐木机还是非常的好打 这场比赛 大风哥伐木机一级 也是没有开始没有点技能 这边打三个开始抗压 他对面两个人 我开始看了这个分路 应该是两个人 然后开始以为他单打小鱼人 但是这两个人貌似来干扰一下 拉一下 但是大风哥这时候肯定是打不过的 大风哥也是一级点了地 伐木机加点 基本上还是前期压力大 就点两级被动 压力不大就点一级被动 然后地主地跟主T都是看情况 一般还是职业玩家 还是主T的多一点 他们都比较喜欢主T 因为T的输出可以打的比较满 所以说 这边大风哥也是补一下刀 人马人马果断上前 踩住大风哥 然后再一个拉 哎呦大风哥这边 还是很硬的 有被动 伐木机有被动 还真的是蛮硬的 牛这个还不感觉煎慢了 不过牛从小鱼头上刚过来 来看是他刚过来 所以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人马这边血还慢慢变少 一眼方这个阵容是有一定优势的 天灰方这边阵容拿的扑普通通 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出彩的地方 但是还是看他们米波 米波玩的比较亮的话 这样比赛还是比较好打的 米波玩的不亮的话 这样比赛说实话挺难的 天灰方这边有点成也 成也米波 扮演米波的感觉 大风哥也是上来选择了一双鞋子 其实大风哥第一次小 我是很喜欢做的 比较有教学意义 而且大风哥玩的比较杂 他就是什么都比较喜欢打 尤其一些猎丹啊 还有中单啊 还有一些 他不像大妈万年中单 像他这个什么都有 大妈那种打法比较适合路人水平比较高的人 就是 宽彻一个自己无解肥 然后自己占到最多团队资源 然后自己开始全场 有点独的打法说实话 不过大妈确实跟能力不用质疑 大妈打起路人局 绝对是大腿级人物 现在国富天地应该也是前 最少不敢说第一 反正前三绝对是有 七千多分 真是火 大妈用自己的表现已经证明了 刀刀不是一个50%胜率的游戏 大妈胜率非常高 而且可以说已经高到一个夸张的程度 这套比赛 还是来说这套比赛 说大妈说有点多 大风哥就是打什么打都挺多的 然后打无论猎丹 酱油 然后大哥 甚至二号位 他打都挺多的 二三号 一二三从一号位打到五号位 所以说是 还是实力很强的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 Mayby上一场比赛有很多人求录像 我表示做完那场比赛的视频以后 刀刀重新安装了一回 那个录像我也找不着了 然后发给了一天人 有些人家我QQ球那场比赛 当时发了 下次找个网盘给大家一块发出来 让大家一块欣赏一下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Mayby蓝猫的第一视角 有些人说我选才选得好 但是做的实在想 那没办法 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精彩的比赛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解说 你可以直接把声音关掉 然后就看比赛 欣赏一些职业玩家的水平就行 因为毕竟有的人还是没有时间看直播的 如我 还是看直播时间比较少 大风哥也是加两级地 两级的被动 也是前期没有点 没有点钩子 因为他毕竟是走一个优势路 所以钩子在优势路的作用不是很大 这边成了小鱼人抗压了 那这样大风哥过得就比较舒服 五分钟密码鞋 算是一个比较肥的伐木鸡了 这边小鱼还是不太敢动手大风哥的 现在小鱼等级也有了 小鱼有几节 看一眼小鱼 小鱼有五节 那这样伐木鸡是 伐木鸡是 伐木鸡也是四节 那这样沉默术是分掉了伐木鸡一些经验 这边 嘴吐露 也是开始正式工作 然后最近生活也是 还算是开心 然后在这里也是祝大家在新的一周中 生活顺利 然后开心快乐 好了 这边来接着来看比赛 有些人问 有很多人问 李子那个龙钩怎么得 就是你只要你在零食店中下单中 下单就可以抽取 就在我的零食店 李子车的 他不在看我某种 这个这个网店中 只要你有下单的记录 就是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消费记录 都可以获得 都可以参加抽奖 不敢保证你百分百能获得 也可以算是拼一个人品吧 但是我个人感觉 有些人买 买两三块钱 就是买两三块钱东西 要交十几块钱油费 十块钱油费 感觉好亏啊 不过 开心就好 也算是这刀买出小彩票吧 但是发财机会不大 但是确实比彩票 中奖几率要大一些 一般一期的观众 大概也就有个小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抽两个 其实概率还是挺大的 五十分之一 比彩票命中率要高很多 这边大风哥再次回来补刀 也是到达六级 六级以后 伐木机可以完全小鱼 小鱼面对伐木机 这压力还真是蛮大的 前期伐木机 基本上还是以补刀为主 如果是在抗压路 伐木机就更加要猥琐 伐木机这种英雄 有很强的反 有很强大的反杀能力 因为他的替淘宝加 伤害于一身 这边伐木机也是点了三级的地 两级的被动 可以完美的压制小鱼 小鱼这样现在就比较难打了 三个人想动手大风哥 大风哥没勾的 想反杀小鱼 但是 有希望哦 真的有希望 走位不错 这小鱼还敢伤 地码cd了 这一打三都打不过的 这边感觉叔叔不够 打一个两尼被动 伐木机确实太难 一个地直接秒了小鱼 一为三成功反杀一个 这就是伐木机可怕能力 他这伐木机主要等级比较高了 刚才也是六级伐木机 非常的凶的 帕克这边来支援 这边看伐木机能不能死 伐木机再一口地 帕克也打不过 我可化身为杀神 谁来干谁 伐木机好凶惨 帕克这往回拨 拨到这个位置来 这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他应该是要 有一口密法鞋的蓝 但是他没勾 帕克这边想单杀 陈墨感觉杀了 帕克还是挺笑 帕克是教练 我才发现 帕克是教练 就是那个 教练战神七 我才发现帕克是他 很不错哟 我说操作挺亮眼的 那我本来是战神七 战神七好像在单排 大风格也是单排 这场比赛明星不成多 但是还是比较说实话 还是挺有挺有挺推荐的一场 就是伐木机的第一视角 非常的好 这边伐木机应该回家 打算补一波 没有多少蓝了 伐木机的出装 基本上血精师还是核心 现在在A帐有两个盘子以后 血精师A帐 西瓦BKB 都是比较适合伐木机的东西 然后甚至你要觉得自己够顺 跳刀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能忘伐木机 不用靠T切入 伐木机继续团战的时候 一定不要第一个切入 这个米波怎么被中立生物杀死了 就是打输出的 一个要游离于战场外面 你不能勾上 你勾到别人脸上 三四个人一块 啪翻手一套 把你秒了 那种伐木机很二的 他利用T在战场上 就是 一会儿团战给大家具体讲吧 伐木机的英雄 确实说实话 我玩的挺多的 也明白什么意思 然后过去伐木机玩很瞎 现在这阵苦练的一阵子 还是打的不错的 还可以 就是能看了 这边就是收盘子的位置 一定要很精髓 伐木机一定要记住 收盘子的位置 就是他怎么输出 在团战就是 先扔盘子 扔盘子以后 打出 然后再勾到一个团战 不算远 也不算近的位置 这个位置 具体怎么拿捏 就是一个好的伐木机 跟坏伐木机之间的区别了 就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然后再收盘子 打一轮输出 再加上最好那个T 还能打一个轮板输出 伐木机的精髓就是勾的过程中可以用地的 就是踢地二连 这种就是踢在空中中直接把地打出去 就是游离于战场边缘 不要在战场中心 伐木机毕竟虽然有被动 但说老实话 不是一个很肉的英雄 一般的出装 出装方面 他虽然有一定的撑血装 但是说白了 还是不是非常肉 你要被激活 也是倒得很快的 这边再来看一下伐木机 还是中期以发育为主 那大风格基本上 后中期才会发领 夜眼领先200多块钱 用处不大 4比3 让我们再来看伐木机 这场到底应该怎么发挥 我听见杜姆的声音了 哦 帕克这杜姆感觉要焦 应该是死了 一个C C过来 一个沉没 但是没有能够杀掉 有点可惜的 比赛进到9分钟 伐木机也没有动手 就前期一为三 三人想杀他 被他反杀了一回 伐木机的补刀还是挺好的 动画短平快 出手很好 攻击力也很不错 所以伐木机补刀 而且后期有装备流 伐木机这英雄 刷起兵来 不要太爽 尤其现在A仗 两盘子通通一扔一波兵 或者一个盘子 一个D 再一个T 一波兵 甚至一个盘子 然后再加一个D 盘子转时间长点 又是一波兵 甚至TD二连 补一刀 又是一波兵 各种刷兵方法 那刷兵不要太快 那个也真是太牛逼啊 简直不解释 大风格打路人 这要杀牛吗 一记的勾有困难 说实话 一记的勾真的有困难 他也是刚才有个小细节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他在A自己满血 就是A自己的兵 可以转移塔的仇恨的 有时候你帮人拉塔的仇恨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有时候对面点对方英雄 然后第一时间塔仇恨会点到 然后塔就会砸你 所以有时候帮别人扛塔 甚至可以点对面小地图 出现在你视野以内的敌方英雄 都可以转移塔仇恨 这是一个很精髓的东西 塔仇恨到那儿还是不太难的 就是你过打枪杀的时候 一定要点在身边D 走近他不要永远点在人身上 点在人走上去 马上塔第一时间就会砸你 所以过打枪杀这个细节 一定要处理好 这边卡尔6哦 不错哦 沉默反杀了 漂亮 但是还是 发布机虽然下来收割到这个人头 但是还是 没能救到卡尔 船长 不是米波的雪 哎呀 米波你这太爱冲动了 不过还好 可以忽悠走 这米波操作不错哦 忽悠过来 然后再忽悠只狗 这边一个二连 这米波也虚了 米波毕竟是力量新兽 血还是挺少的 这边 发布机 有一个二连的蓝 勾过来 再一个盘子 一个D 死了 杀了漂亮 风哥 这个发布机 玩的很精髓 不错 两千多块钱 回家可以补给一波了 然后没有太多蓝了 嗯 基本上还是一个血 应该会走血腥蛇 不过他 他这个看他快捷购买 他用了跳刀 他感觉自己比较顺 等级比较高 发布机前期等级重于装备 他T跟D的等级 一旦起来以后 他打招等 你他现在是11级 两级被动 三级的T 四级的D 就是四级的转圈 然后三级的钩子 然后加上两级打 这处出把跳刀 可以打出非常满的输出 发布机这样就比较好打了 也是比较肥 发布机主要全场等级 最高 经济也是最好的 一直在下路单 所以说是压力不大的 最近也是牙疼 哎呦 牙疼这东西真是 牙疼不是病 疼前要人命 牙疼真是遭罪 牙好疼啊 可能也是上火 也有可能是蛀牙 奉劝各位正在上学的朋友们 少吃点糖 也记得每天要刷牙 这牙疼真是太受罪了 最近也是各种在忍着牙疼 干啥都感觉自己脾气很容易暴躁 确实牙疼太疼了 前两年看过报道 说一个老虎把一个人给咬死了 说原因是为啥 说老虎最近牙疼 心情不好 三级人介绍 心情不好 牙疼 然后刚好赶着那个人作死 在野生动员 不坐车 去下去斗那个老虎 直接被老虎一口咬死 这也挺惨的 简直人间惨剧 在这里摸挨一下 发笔一直在这儿 蹲 蹲了很长时间 米波等级很高啊 米波居然有11级了 是米波有11级了吗 难道是我眼睛花了 米波真的11级啊 大风哥两三个人头才11级 米波也11级了 哎呦 帕克这边感觉要单杀了 沉默叔叔 7比6 沉默叔叔直接被Boss 这边要对拼 能不能干掉小鱼 虚空应该能把小鱼反补 米波杀掉了末日 这波又是天狗一帮抓 这边大风哥来了 大风哥刚才在中路蹲了很长时间 感觉没什么太大意思 刚才要是他早点来下路 应该能保证队友的一些 哎这边大风哥跳走 但是怎么打这波勾过来 再一个第二连直接秒了 收盘子加扔盘子 伤害很高的 人马这还敢追吗 牛这帕克一个跳刀 一个链子勾两个 哎呦 这叔叔打得好慢啊 直接把人马一套给秒了 11级 真是等级高 就是牛逼 哇一套直接给人马带走 法米级这英雄 后期就是中期的输出是特别屌的 毕竟都是真实伤害 非常的猛的 法米下大叫一期万还是要做血精的 大风哥看一眼 然后成魔术应该是圈了 再看看大风哥过来能不能打一波收割 感觉还是有困难 正受到攻击 你应该不敢上了 还是老毛病牙疼 哎呦 说几话来感觉牙都不疼 也试了很多偏方 吃了点消炎药 吃点退火的药 然后还喝吃点梨 喝点梨水 但是效果依然是不太显著 牙疼 真是受罪 好了 对边来接着来看比赛 虽然牙有点疼 但是问题不大 然后大风哥依然回到中路 接着发育一下 感觉现在 他也比较难打 局势上有点护不住 虽然经济上都领下了1500块钱 但是用处现在局势上来说 对面有一个比较肥的米波 米波这场比赛 不过反目机后期有 尤其有A仗了以后 完全不虚米波 但是米波中期的威力是很可怕的 这边有人暂停流血 稍微快进一下 好了 让我们来看比赛 他自己暂停的 不等一下吗 等 即 进了 三个四 米波也说了一句 好了 这边可以来接着来看比赛了 法母机也是做了一个经济球 下一步肯定要是做血经师的一个打法 血经师对于法母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装备 首先他回血回蓝都是法母机比较需求的 而且法母机这种英雄回蓝很关键的 就是因为他技能c都比较短 所以回蓝越多 他能放出越多技能 这英雄就越凶 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英雄 法母机这版本其实挺适合版本的 我个人感觉除了打猎单 有点有点 但是法母机挺适合一个战术 就是可以换路 就是他打一般的裂单英雄 跟一般现在主流裂单英雄 像什么人马这类solo 都是很占优势的 也是大风哥打算发育一波 人头是5-0 帕克达到全场最匪 哎呦 帕克教练不错呀 我叫战神器 跟你一换一 塔尔是赶紧补一下经济 卡尔出了第一本死灵术 爱卡尔直接躺了 哎能跑貌似 这虚空一个大 不过 法母机这里看怎么样 一个地打输输打不错 一个勾过来 直接收盘子干掉 这波天方太冲动了 直接被眼方打了一波 零换三 非常的亏 法母机再次过来 有跳刀 可以跳过来 收塔 米波也是 健壮 不敢继续带了 所以说是 接着呢 法母机 比较舒服的发育 不 虚空 虽然是一个猎蛋 这边小细节 非常不错 把经济球扔在地上 然后使用密码鞋 然后这小细节 还真是处理的 相当得当 谢谢 哎 这这居然给他贴个罐子 没什么没太高抖 血还比较多的 贴了罐子 真是风格 收到待遇 真是相当的不错 最近也会更新一些 比较 哎 这个米波感觉就危险 忽悠走 第一时间忽悠走 忽悠到这里来 他感觉这要捐啊 这米波 一套输出打满 但是没打死米波 有点可惜 天火一炸 nice 卡尔这个六 真是六 这样艳远方慢慢 由于刚才天灰方 比较上头 在野区送了艳远方 一波团灭以后 天灰方 现在又有点不太好打了 正受到攻击 阀明一提皮回家 补一波蓝 他现在没有多少蓝 那这样上打 基本是属于放的 阀明一上不去的情况下 上打肯定是会得放掉 他们艳远方也非常的大胆 直接选择打几周山 看天灰方上路漏了比较多人 但是天灰方貌似有反应 几人都在往这边赶 这周山貌似能打掉 康尔现在有输 有死灵输 加上自己的急速冷却 打入山非常快 火卡偷入山还是比较好偷的 康尔拿了这个布有盾 然后我以为他没有反应 闹门店没有反应 这边发木机也是要做自己的血晶石 现在还差一个活力球 还是比较快 他先做了一个跳刀 虚空也是第一时间选择跳走 发木机这时候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输出 他满级的T满级的D 他现在大爆发就打的能打的非常非常凶的 所以说现在局势上看下一波团战 团战中发木机大风格怎么处理 大风格可以算是国内玩发木机玩的相当溜的了 我个人感觉三冰啊 岳峰啊 还有minimi啊 这些国内的一些比较好的三号位 打的打的打发木机打都还不错 发木机这英雄 说实话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关键是你得打多 对于树林比较了解 才能打好打 这边杀陈波树是 但是自己这一套输出 打到满 直接被收盘干掉 变态杀戮 7-0 有跳刀发木机确实凶啊 一波兵 TD加一个大招牌子扔一下 一波兵 直接血清水出来了 肥啊 确实肥 对 70密法鞋加的蓝 灰蓝是固定的 这边杀杜姆杀掉了 凭借米波跳刀米波几波先手 不是 就是凭借帕克跳刀帕克几波先手 他们这几波还都抓到人了 挺不错 教练这场比赛 帕克打节奏感还挺好的 不再是那个 我叫战人7 中单和你一换一 这边来打小鱼 感觉有希望能杀 小鱼 挺有口魔棒 那这样小鱼应该是死不了了 拆一架血晶石 拆一架密码鞋 合住血晶石 还有席 还有一双鞋 没问题 跳刀血晶21分钟 比较肥 全场8800块钱 也是几米卡尔少 卡尔有点心手 所以经济谱的 还是比发木机快 也能理解 而发木机中期蹲了一波 好长时间 就是没有打架 就是没有再打钱 就是中期 站那蹲了卡尔几分钟 天灰下塔 这边一个C清兵 然后再配上 应该是对准备 对下打进一波酷射 虚空这里 有点冲动啊 感觉虚空 还是要死掉 但是有人TP 职员 发木机过来 一个C 一个C 吹风吹到自己 但是一个高 一个D 二连没打到 帕克秀了 秀了大风格一脸 哎呦亮帕克 我只能说你玩的6 帕克在顶上 应该是有希望 TP要杜梦也有跳到 那这感觉帕克还是要捐 看了一眼 帕克跳刀 跳走 没踩到 TP能TP走吧 一个波 TP能TP走就亮了 一个高 哎呦吹风 教练真是能秀 再一个F 跳刀走 哎呦玩的帅啊 这一个预判 漂亮 摇摆半杀戮 帕克虽然秀了 秀了很长时间 最后 EM界荣耀啊 最终大风格 嘴角微微一上扬 就你这也配交 EM界荣耀 最终帕克还是 南套魔掌 倒在了 倒在伐木机 跟末日的手下 不过确实挺肥的 这帕克 这样比赛打的还挺秀的 刚才 各种各种秀的两个人 帕克刚才是没TP吗 有本TP就跑了 没TP 我说呢 有本TP就应该能跑路了 结果他没TP 妖怪般的杀戮 蒙死 哎呦 伐木机清兵 真是过瘾 他刚买的是经济球吗 如果是的话 就要做一仗 是 A仗 雪晶A仗 伐木机 跳刀 这边一个大 一个盘子 他这一个盘子 再一个TD 直接收 就应该能杀掉 他你看 这一伐木机 能直接收米波 但是他没有选择勾 你去 因为他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 他还是不太敢冲动 勾一下 一个盘子 加一个T 双杀 非常的溜 再勾过来 但是有磨棒 有磨棒 树格能要磨棒 没喝出来 这大风格失误了 如神呢 如神为斯拉克终结 但斯拉克自己也跑不了 再见 反补 还是被摸人收掉 刚才有个 15个能量磨棒 没吃出来 这个比较可惜 要吃出来 是完美秀 刚才大风格 那个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C放得很好 能打到很多人 而且他刚才能 第一声 把米波直接秒掉 甚至勾上去 夹地 能把米波直接打死 但是他 他都没有上 他要在团战中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没有选择勾上去 所以说 职业玩家细节就是好 要我 要刚才大部分的 伐木机选择 都是直接一套二连 上去 就把米波先秒 再说 但是很难再跑过来 后续输出 就可能打不来 米波刚才那种情况 是必死的 有血精的伐木机 刷个一张 真是分分钟的事 太简单了 so easy 扔一个盘子 然后把盘子拉过来 直接挑刀过来 把盘子收回来 这边 2080块钱 刷的钱还是蛮快的 现在差1000块钱一张 伐木机这英雄 一旦是 回蓝跟上了以后 这英雄刷钱 不要太猛 也是打下自己的被动层数 14层被动 然后让自己的被动层数很高 叠满16层 他这个被动 其实团战中回血 还是挺重要 而且抗护甲 一个跳踩 两个 但是牛这里 被沉默 数是一个反手大沉默 伐木机过来 这个跳地没打好 人马再跑 再一个地 这边一个天火一炸 哎呦 这这抗耳 玩的还挺不错 几次天火 之缘都很漂亮 这边再杀小一人吗 这里跳过来 一个大招 加牛还敢过来控制 这不作死吗 直接被伐木机收掉 这伐木机在这又 又收掉了 又收掉了 就是沉默树 又收掉了牛 那这一波打完 天火一炸又亏了 并且还能拿到这个防御塔 这边再一个地 直接一个T收两个兵 他没有选择收两个兵 还是选择一刀刀A 不过没问题 刚好A完直接一掌 两个盘子 两个盘子又能袖子飞起 这边有人听吗 大招直接罩住 但是这个TP位置不太好 这完了 伐木机这崩打了 不一定能杀一个教练 确实很难杀了 教练能跳走 过来一个地 再一个高 哎呦 溜了 这边再一个C 隐身了 这C没C到 哎呦 这个挺溜的 说老实话操作 但是可惜了 离神级操作就差那米点点 跳刀伐木机好飘逸啊 以后表示也要玩 跳刀伐木机 这边准备杀帕克啊 再一个C漂亮 算准帕克F的时间 为拿塔 这两个人都得死 直接被卡尔也说掉 这一波伐木机 那个这个亮点 伐木机那个C 打F真的很很很帅 A杖已经出来 A杖出来以后 对于米波是极大的限制 非常的好打 这边在抓米波 看见到米毒波了 直接染到TP了 那这米波应该是跑路了 呼要走 这末日一个大招 没大出来 大出来了 一个米波就被留下 这也TP走了 哎呦 这伐木机白转一圈 一个没叉着 有点愤怒 接着来看比赛 刚才暂停了一下 然后有一段小事情 这边好了 然后一张加雪晶的伐木机 现在可以打出非常满 输出 下一个大家可以选择飞鞋 伐木机还是 由于他去推现快 所以飞鞋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的 这边大风格也是过来 这边猫死天王不打色手 他们现在确实也很难守 金鸟落后比较多了 7500 28分钟7500块钱 确实比较多 这边把死灵书打死了 这不在逗我 小鱼 勾一下 这不小鱼要死 这太卖萌了 小鱼 上一把死灵书死也死也死了 这不在逗我 这边伐木机猫死要TP 看赶快踢 有人踢了 伐木机这两个盘子 米波赶紧忽悠走 这边 这几个TP都取消了 其实伐木机单打米波 现在不一定打不过 伐木机现在两个盘子 打米波真的是有点猛的 你看这个树 大风格基本上也是点树钩 就是伐木机 我建议新手的阶段 不要点方向钩 因为你对于钩子的距离 跟树的距离找不太好 一般还是点树钩比较稳 但是像他们这种职业的 基本都是点地钩 他们点地钩对于 对于那种距离判断比较好 发木机也是买出飞鞋 如果足了 飞鞋完了 就可以补吸瓦 吸瓦完了 BKB什么的 龙心都是一个好选择 BKB龙心都不错 刃甲也行 当然你们比较逆风 也可以选择刃甲 2000块钱补一个刃甲 效果也很好的 不像他这种全场 全场非常肥的发木机 基本还是不太需要人甲的 发木机由于打钱能力比较强 所以团队出是缺什么 出什么 就是像一些梅肯啊 吃风甲啊 这种东西 虽然不太不太适合发木机 但是如果队友出不起来的话 自己也可以补 发木机这英雄 还是说实话 挺挺容易玩出亮点的英雄 很秀的 他有飞鞋 然后第一时间飞过来 守着一个塔 打米波 米波一个米波四个 直接全部挥游走 米波这场比赛 其实经济还挺好的 12000多 12000多经济 而且等级挺高 20级的 20级的米波 但是发木机居然有21级 30分钟21级的发木机 真的是很夸张 一个F 加一个D 一波兵 收的非常舒服 十字格能量雪晶石 也非常 雪晶石能量也很高 所以这场比赛 发木机可以说 玩的非常的好 非常潇洒 这边一下子 发木机跳刀过来 两个盘子 你看两个盘子 米波这伤害 简直报警了 在一个D 先杀一个 这边牛感觉跑不了 马上就有跳刀了 跳刀过一个D 怒抢人头 一个D怒抢人头 双杀 再留人马 人马这里很难跑 一个踩躲一下 但是你这很难跑 再一个地 勾一下 直接三杀 发木机这里很秀了 确实现在大风格已经已经是大风格收type 这个装备发木机确实是比较误解了 风格V5啊 我得说风格V5 14-1 非常华丽的一个数据 下一大件应该是会选择西瓦 西瓦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好用的 对于发木机来说 可进口弓退口手 非常的好用 这边在一口地 直接清兵 现在发木机清兵 确实非常的猛 这发木机的英雄 往而往顺了 就是很嗨 有装备了 非常容易秀 为什么三兵这种人玩发木机特别代言 三兵这种是有装备以后 可以打秀的飞起 所以说 绝对是发 而且他适合玩发木机这种 有装备以后可以秀的飞起的英雄 买了个瓶子 我没看错吧 哦 他不是买瓶子 1400块钱 买了个板甲 我看 看错了 我说怎么好像买了个瓶子似的 要出西瓦的守护 17根能让雪景是 哎呦 真是报警了 这个回来速度 30点 18秒28 现在天文方还是不如眼方有优势的 本来 下一期视频打算做一个OB弹队 然后周神的小黑加上月峰的月峰小小的一场翻番局 还有龙神820等人的青青上演 就是还是挺不错 这边感觉杜牧要被抓 杜牧交了 把大招扔出来 但是米波这里 哎呦 这一套舒服打的满啊 这边发木机 装备真是好 真是肉啊 这 这 不紧了 真是肉啊 一个TD秒了米波 一个D直接秒了米波再勾回来 收盘子 这血量 发木机还能俩盘子一张 这边秒了人马 双杀 这边再直接追 直接两个盘子一收回来 三杀 收盘子位置收得很精髓 看到一个吹风 能不能杀小鱼 小鱼也得死 三杀 哎呦 这输出爆棚 爆炸 简直 这边还能追到帕克吗 已经粘到了帕克 但是发木机 跳哪 跳到这个位置 还能看见帕克 能不能追 这边帕克 还是能跳走 帕克毕竟还是灵活呀 毕竟小帕克 灵活要死 开始选择打肉 有咖有虚光 问题不大 西娃守护尾做出来 经过这波团战以后 天狱王基本上没有 跟叶峰抗衡的实力了 这波团战一打完 这场比赛到现在 已经悬念不大了 说老实话 两个盘子 风哥现在后面装备 可以比较随意的选择了 再一个青鸣 他现在就是比较无脑了 下一个大家可以选择龙心 可以选择BKB 对面这个控制比较多 请问BKB是一个好选择 不过他现在这个 刚才那一波就可以看出 风哥那个走位 其实挺激进的 但是由于确实装备好 导致自己没死掉 21个能让雪景师太猛了 真太猛了 报警了 这边帽子有人想抓风哥 感觉啊 哎地谱直接在 他们也去打野 还是可以抓了 这个可以搞 选择杀法不及 地谱连成三个网 吹风吹起来 一个沉默 先接沉默 直接自杀了 倒也是有觉悟 知道知道自己肯定跑不了 不过没关系 九宝中九宝中就复活了 21个能让雪景师 如何能不复活 飞鞋没有CD 所以他应该赶赴不了战场 这拨抓死了一个 虽然想抓发木机 但是还让他自杀成功了 会玩发木机 还是给大家说两点 一个是他注意叠自己的被动 还有一个就是 他收盘子的位置 勾的角度 这是发木机的精髓 就是同样是一个 有装备的发木机 会玩发木机 跟不会玩发木机 能打出装备输出 差的还挺多 这是大风格的一个小失误 可不过没问题 依然可以勾过来 跳刀发木机 也可以修的飞起 发木机甚至 像这个局面下 大风格都可以补大根 我以风格的 那么不是很闷骚性格来看 风格应该不会补大根 要是你要赶三兵 肯定补大根了 三兵性格太闷骚 特别是特别爱补大根 这边把这个外卡拔掉 然后天文王貌似想利用带球来干扰一下眼方 这边发木机一个人赶回去吗 应该没问题 他现在双盘子有一仗 打地普 单挑地普应该是打过他 米波应该是很难 这边人马 这么直接把大招给打出来了 一个吹风 收盘子 你看利用收盘子打一轮爆发 这边再打米波两个盘子 再一个TD 这盘子简直报警 吸把一下直接秒了 哎呀 这输出太猛了 我真得说 太猛了太猛了 这边帕克也得被袖死的感觉 这里帕克能不能跑 还是被盘子粘刀 还是得死 这边米波 这个装备都冰眼了 三千多鞋的米波 直接被发木机两盘子 加一套TD吸把打死了 哇 天这个输出真是报警 杜姆也刷新球做出来 杜姆一张刷新了 貌似 哦 一张刷了 那这样比赛还太稳了 基本上悬念不大了 帕克虽然沉没到三个人 但用水也不大 没输出了 队友都倒光了 买活也很难 来拯救这个防御塔了 这边两个BKB开起来 准备跑了 风格得跑了 杀牛 勾一下 对牛进一波伤害 这里再一个盘子 直接干掉牛 这装备太好了 装备好 杀米机就是这么秀 再杀小鱼吗 有希望啊 再一个勾 那棵树 小鱼还是要 要有危险 不过有挑刀汉 糟了 不过正面这场崩了 正面这场 猫死让人马杀俩 这边杀米 波 吸把一下 还有一个勾 在地口 在地口 这玩意还是死了 超神的杀戮被终结 大风格看出自己不够肉 然后直接点了龙心 非常的有觉悟 感觉自己不够肉 一个吹风 小鱼想让米波传过来 然后这波再一个网 直接完美秒的卡尔 但是哎 卡尔居然推走了 六 我以为能刷掉卡尔的 那这样子直接 直接走过来 米波得死 狗过来 勾空了 再一个 再一个第二轮盘 基本没问题 还是收掉 米波虽然跟莫师师 度目一换一了 但是虚空怎么扔了空大 让我看见龙 这边小鱼 被发明机完美打一套 还是死掉 勾上来 这边风格望收盘子了 哎 那盘子好像貌似是个半个 直接BKB顶起来 敲死一个 然后但人马感觉跑不了 人马开大 接着追 卡尔这边不敢留 直接一套 虚空两边被干掉 但是发明机这一套 打到满 小鱼能不能换了卡尔 换了卡尔就制作 还是换掉了 但是自己肯定是 也是很难跑了 应该是很难跑了 勾下来 两个盘子 发明机再一跳刀过来 收盘子 这边再一个勾 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 二十三杀三死的发明机 应该后面还会再刷新这个数据 天灰王一般 像这种情况还是不会放弃的 一般还是会继续打下去 所以说这种情况呀 发明机应该还是有玩的空间 把大招牌王一败龙心拿上三千多血 将近四千 他这龙心一拿估计能有三千八九八九的血 三千八以上肯定是有了 魔霸华换龙心三千八的确够 三千八百多血 二十七点甲 我天回血速度跟回蓝速度都很阴霸 这种发明机真的是难上 这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发明机教学 也推荐大家能够来看一看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发明机 打的无论从节奏感 还是操作上 团战一些细节处理都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值得是一个比较 比较有教学意义的发明机 有很多人一直在求发明机 这个英雄的第一视角 因为感觉我做第一视角中 好像真的没有发明机 我印象里真的没有发明机 主要发明机这个英雄说实话 玩的出彩的是好 三兵打路人不好打 比赛中的发明机 基本上都是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说 大风格这样发明机 还是挺有教学意义的 说心里话 比米波快领先了一万经济 那这样就会发明机 玩的非常非常秀了 哎呦 F加D成功完美收一波兵 怕只能选择跳蚤 这边开始拆打 轻松把打 然后这波来下路守 应该是来中路 应该是也很难有人来防守 不过我感觉天文方 应该不会就此放弃 肯定还会再打一波 这波直接把小鱼大招打出来 两个盘子 这路高地还是完美被开 帕哥一个沉默 其实更加稳一点 个人感觉BKB要比心更好 但是大风格还是选择 觉得不要让自己死 比较重要 这边虚空这个BKB开的没搞懂 两个盘子 加一口直接秒 米波也直接被直接干掉 也得死 这波例行攻势 稍微尊重一下对手 虽然现在尊重对手 变得越来越难 S5也是把泉水 这边躲开了牛头大招 两个盘子 这米波 哎呦 牛直接躺了 米波感觉也很难跑 两个盘子 输入太高 龙心抗太 毫无压力 再勾过来 直接也能杀掉米波 再一个地 这边一个盘子 干掉米波 这小鱼完全打不动 伐木机 在两盘子一收过来 双杀 这波已经是 完全是伐木机的 个人表演了 25杀伐木机 这边人马再上来 就没什么大意思了 还有一个盘子 大招一给 这里一个盘子 勾过来 再一个吸瓦 减速到一个地 干掉 玩得太羞了 最终这场比赛 也是 OB越方 成功带领 叶野风 拿到这场比赛 胜利 还是比较轻松 一场比赛 不过也是一场 玩得比较秀的 伐木机的推荐 也是欢迎 大家能来看看 非常的不错 最后再给自己 灵灵灵打我 欢迎大家也是来看看 然后有一些 啰啰啰啰的活动 然后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 一如既旺 支持我一下 好了 谢谢大家 这场比赛 也马上到莫美了 这场比赛 编号没有过期 这应该就是 这两天打的 昨天打的应该是 大家可以下载 可以看看 看看大风哥的伐木机 到底是怎么打的 录音上编号 最后留给大家 也是 谢谢大家 一路既旺支持 9841580662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我是紫色水利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